董仲淑 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 他的霸出百家独尊儒術 让董仲淑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一名惊人 对后世 政治 社会 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让人奇怪的是 在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并俗 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一枝独秀脱一而出 被汉武帝采纳呢 董仲淑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尸体 进行关注王立群独始记 汉武帝之 董仲对策 在我国儒学发展史上 有一个上纪孔子 下开朱西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的出现 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董仲淑 司马迁的史记和邦顾的汉书 都对这个人做了记载 司马迁和董仲淑是同时代人 他还曾经问学于董仲淑 那么董仲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是怎样被汉武帝发现的 为什么汉武帝尊崇董仲淑提出的 霸出版家 独尊荣述的思想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堂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始记 汉武帝尔 董生对策 董仲淑是广川人 就是现在河北的老强县人 这个人在景帝朝 已经是做过了博士了 当然中国古代这个博士 跟我们现在这个博士不一样 他那个时候的博士 就是指他的一个博学 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一个顾问 所以这个人的话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学者 而且董仲淑读书非常刻苦 据史记给汉书的记载 董仲淑曾经是读书 三年目不睽缘 就三年时间 他没有到过自己的后花园去 所以后来人们就出来了一个典故 叫目不睽缘 目不睽缘就是指董仲书 人们后来用目不睽缘 是形容一个人读书非常专心 非常的专注 称这个人叫目不睽缘 汉武帝在继位以后 在建元元年的十月 他就下诏 让天下的诸后 让一些高官 推举贤良方正 这个贤良方正的全名 叫贤良方正 急言敢见 这个贤良方正的贤良是讲品质 急言敢见的 是说他敢于说话 所以在这一次举贤良方正中间 汉武帝发现了董仲书 董仲书考了个第一名 就是举手 这样他既然是第一名 是举手 汉武帝就连续向他问了三次 皇帝的问话叫策问 董仲书了就回答了三次 这个回答的文章叫策文 这个皇帝提问 这个贤良方正回答 这个过程叫对策 这就叫对策 董仲书回答了三次 这才流传下今天的天人三策 在这个天人三策中间 董仲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这个得到了汉武帝 这个极其的喜爱 那么汉武帝 为什么喜爱董仲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到 董仲书在天人三策中间 到底说了些什么问题 引发了汉武帝的重视 建元燃年 16岁的汉武帝刚刚起飞 他还不知道如何治治天下 就多次征集贤良 以问治国之道 董仲书就在这种情况下 被汉武帝发现 并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是讲天和人的关系的 那么董仲书到底在天人三策中说了什么 从而引发了汉武帝的兴趣 第一点受到汉武帝重视的 就是董仲书提出来了 新王改治 什么叫新王呢 就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 一个新登籍的皇帝 这个叫新王 改治 改是改变 治呢 就是一整套的制度仪式 董珠松认为啊 一个新的国军登籍以后 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制度 他具体提出来这个新王改治的内容 是两点 一个叫改征朔 第二个叫异福色 董仲书的原话就是 改征朔异福色 以顺天命而矣 这个话说起来就是 要改征朔要异福色 来顺应天命 但是这句话很不好懂 我们做一点解释 改就是改变更改 征就是征月 征月是一年之首 朔 朔是初一 是一月之首 所以改征朔 所以改征朔 按照我们现在说一个最通俗的话 就是改变立法 一个王朝建立以后 把这个立法要改一下 这就叫改征朔 什么叫异异福色呢 异异福色 异也是改变 异色就是指那个服装 他说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啊 要改变你这个王朝的服装 还有你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个 那个牲口啊 车马啊 这些颜色要改变 中国古代历来是一个王朝 他都宠上一种颜色 一个王朝宠上一种颜色 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 要把前一个王朝的颜色给他改一下 换成自己的这个王朝的颜色 这个就叫异异福色 那么为什么董忠书这么强调 要改变这个立法和这个辐色呢 因为董忠书有一个看法 他这个看法 汉武帝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么汉武帝对他这个改征朔 异福色这么一套仪式 为什么感兴趣呢 因为董忠书这个改变仪式中间呢 包含了一个对汉王朝来说 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 那么你这个新王朝合法不合法 有没有什么合法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比如刘邦 他本来是一介草民 刘邦是在中国皇帝中间 他是从一个不以百姓 夺得皇帝职位 用时间最短的人 他就是三年反秦 四年灭相 刘邦就用了七年 从一个不以百姓 摇身一变 成了大汉天子 那么你从一个普通老百姓 摇身一变 成为一个皇帝 成为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 你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 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新王朝 这个新国君 他合法不合法 他的合法性在哪 这个问题啊 开国皇帝想不到 开国皇帝 第一是他的这个理论水平 知识水平达不到 再一个开国皇帝顾不上 开国皇帝只顾得夺人家的权 夺过来自己当 一是想不到 二呢他也顾不上 但是这是一个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新王朝建立 就是你这个新王朝建立 有没有合法性 人家凭什么要承认你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你刘邦是一个草民 你就折腾了七八年 七搞八搞 你搞了一个皇帝 那么你能这样搞个皇帝 我们能不能也这样搞 就是说你当了天子 当了皇帝 建立大汉王朝 我们也能不能 搞上几年 把你干下去 我们再来当皇帝 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 所以这个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 它存在的两个问题 一合法不合法 第二是大家是不是都可以 仿照你这个做法来做 如果大家都可以仿照 你这个做法来做 那么你去夺秦朝的天下 我们去夺你流性的江山 那这个天下就大乱了 所以董忠书 在他的新王改制说中间 他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叫你这个改征说 异福色 他实际上他暗含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董忠书的意思 一个人之所以最后能够当皇帝 是君犬神兽 是天命所在 是老天让你当的 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得承认你是合法的 反过来说 其他的人不能再这样做了 你再这样做 老天不支持你 所以 董忠书提出来这个新王改制 实际上是在强调 君犬神兽 这个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给的是天意 所以他做天子大家的服从 别的人不具备这个天意 你就不能再折腾 你再折腾的话 那你就是成了造反 你就不可能当皇帝 所以董忠书这个 他这个新王改制说 这个说法一提出来 你想想汉武帝能不高兴吗 汉武帝没有这个理论水准 他不能够论证 西汉王朝的合法性 但是董忠书从理论上 颤明了西汉王朝的建立是合法的 刘邦当皇帝是天意 是天命 是神兽的权力 这个当然对汉武帝来说 是极为感兴趣的 但是汉武帝没有看到 董忠书这个说法中间 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董忠书这个军权神兽的 他这个命题中间 包含的两层意思 第一是承认军权 第二是限制军权 他还有限制军权 也就是说 你当了皇帝 是上天给你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做了皇帝以后 已经像秦始皇一样 胡作非为 那么上天就会 警告你 如果你再不改 那么上天就不再支持你了 所以董忠书后来 他就用这个 你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地震 像日食 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 他就用这些现象 来告诫皇帝 这是上天 对皇帝的一种警告 一旦出现这些现象 你要反省自己 当然这个时候 董忠书提天人三册的时候 还没有把这一点发挥出来 所以他这一点 为汉王朝 寻找这个合法性这一点 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这是董忠书 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一点 根据王立群先生的分析 董忠书在天人三册中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解决了西汉王朝的 合法性问题 这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 这都是首要的问题 汉武帝自然对董忠书 心上有加 但是刚刚军领天下的汉武帝 面对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 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 还在思考什么 董忠书的哪些想法 对汉武帝来说 有正中下跆呢 广告时候请继续收看 董忠书的这个博士 是春秋学的博士 春秋是中国古代的 第一部编年题的史书 这个董忠书这一个春秋学 属于公羊派的春秋 因为春秋有三派 董忠书属于公羊派的春秋 公羊派春秋特别重视的 就是大一统 这个一统我们也可以叫做统一 所谓的大一统 就是把天下的统一 看得非常大 看得非常重要 这就叫大一统 董忠书这个公羊派春秋中间 特别强调 天下的统一 是最最重要的 而这一点的话呢 又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 汉武帝是刚刚经过 这个景帝朝的七国之乱以后 截下来这个江山的 他截下来这个江山以后 仍然存在着一个 诸侯王格据的问题 汉武帝一生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继权 而 董忠书恰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大一统的这么一个理论 所以 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这个理论之下 公开的搞他的一套中央继权 所以 董忠书 他的天人三策 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 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继权 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第三点 董忠书在天人三策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就是建立太学 太学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 建立太学 而且还要提出来 要把这个推举贤良作为一种制度 每两年 要推选一次 推选这个天下的贤士 他把它制度化 这个 兴太学举贤良 这是董忠书天人三策提出来的第三个重要观点 太学 他的建立 就是从五帝朝开始的 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 到隋代又成立了国子建 国子建既是最高学府 又是管理这个最高学府的 一个太学一个国子建 从五帝朝开始以后 一直延续到清朝 废除科举制为止 所以这个太学给这个中国封建社会 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再一个就是推举贤良 这个推举贤良成为一个制度以后 它成了汉代 这个人才选拔 汉代的人才选拔是查举征批 是成了人才选拔的一个制度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才选拔是经过了五个制度的这个轮换 最早的人才选拔是选贤举能 这是上古时期 后来发展呢 就是世青世路 就是你们家做官人世世代代要做 世青世路 到了汉代 就改变这个做法了 要查举征批 就是从天下的这个臣民中间来选拔贤 到了汉代南北朝是九品中正制 就把人分为上中下三品 再来选拔人才 到了隋朝实行科举制 这个中国人才的选拔经过了五种制度 最终定型于隋代的科举制 科举制一实行就是一千三百年 一直到清代晚清废除科举 所以这个作为人才选拔来说 董忠书是为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 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汉武帝是一个很有想作为的一个君主 他当了皇帝以后 他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网络人才 而董忠书给他提出来了 培养人才 选拔人才的具体的做法 这也是董忠书深得汉武帝信任 和他喜爱的一个方面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尊如 我们现在一提董忠书 大家就会想到 罢处百家 独尊辱书 其实这个话不是董忠书说的 这个话出现得非常晚 董忠书说了一个什么话呢 董忠书的原话是说 他在天人三册中间提出来说 诸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植树者 皆觉起到物始并尽 这个董忠书的原话的意思是说 不是在六经的 不在六经的 不在孔子的著作范围之内的 这些书不要让他流传 这就是所谓的独尊辱书 这个董忠书 这个建议呢 被汉武帝马上就采纳了 这个汉武帝这个做法呢 跟秦始皇相反 秦始皇是粉书坑儒 不让人读书 汉武帝的方法呢 是让你读书 但是只准你读儒家的书 读一种书 读一类书 这个秦始皇他这个做法 后来就证明是不行的 你不让人读书是不行的 汉武帝让他读类书 这个做法后来看来是成功的 当然汉武帝这个尊辱 还不是纯辱 我们下面还会讲到 董忠书就提出来一个 这个不在六亿之科 孔子之术的 这些要崛起到务实并进 就这些东西要把它断掉 这就是董忠书的原话 到了班固为汉武帝写传的时候 班固在汉武帝的传记的最后 评价汉武帝的医生的时候 说了八个字 叫霸处百家表彰六经 这是班固的话 霸处百家表彰六经 这是班固提出来的 后来人们在班固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 说是霸处百家 独尊辱 这就是董忠书的第四个 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提出来了 这个尊儒的问题 第五点 在天人三策中间 得到汉武帝重视的还有一点 就是董忠书提出来的 要改革 要进行改革 当然董忠书没有用改革这个词 他用了一个词叫更化 董忠书认为汉朝建国以来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之所以发展得不快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有很多东西需要改没有改 所以董忠书提出来有个更化说 就要改革 我们以上讲了董忠书 他这个天人三策的五个方面 你想想他的五个方面 他的五个方面 大一统 他是解决了中央继权的问题 尊儒的问题 人才的培养给选拔的问题 他还提出来了 西汉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 他还提出来了改革的问题 董忠书在天人三策中间提出的五个问题 都是汉武帝做了皇帝以后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董忠书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董忠书天人三策的五个方面 解决了西汉王朝建立以来的五大问题 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 其中的霸处百家独尊儒数 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也正是这一点让人不惊 西汉王朝建立以来 一直奉行皇老之举 而董忠书却大胆提出 霸处百家独尊儒数 这与西汉初期的同志思想格格不如 而汉武帝却积极采纳 这究竟是为什么 王立军先生对此是如何看的 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看法家 这个法家学说 它有两个方面 第一 法家学说是封建独裁的皇帝最喜欢的 哪个道皇帝人都喜欢法家那一套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秦朝的灭亡又给后来的皇帝敲了一个警钟 如果你仅仅用法家学说去治国 一定会导致亡国 秦朝就是个例子 所以后代的帝王 一方面 这个法家学说他始终是不丢的 因为法家讲权术 他是不丢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不能赤裸裸地直讲法家 他需要在法家的外面 披上一个很漂亮的外衣 一个很温和的外衣 而这一个漂亮给温和的外衣 选来选去谁最合适呢 就是董忠书改造的这个新乳学 是最合适的 所以入武学 他在之所以被汉武帝看中 他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个方面 汉武帝你想想他在位54年 给匈奴打仗打了39年 在长期的战争中间 他实行的这一套 主要的是用法家的那套 但是他又想规避 打出法家旗号的这种政治风险 所以他需要一个漂亮的外衣 这个外衣他找来找去 就这个董忠书改造这个儒家 最合适 因为儒家讲这个大一统 儒家讲仁义 这些方面最适合他 所以这是他欣赏儒家 很重要的一点 再一个的话 这个汉武帝一生追求的事情 就是一件事情 他54年当皇帝 汉武帝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中央集权 汉武帝一生就做了一件事 而且是高度的中央集权 这个中央集权 其中包括了有一个方面 就是思想的统一 要用一种思想 把天下的思想都统一起来 董忠书就在天文上帝提出建议 说现在天下的老师 每一个老师都讲自己的一套 所以天下就乱糟糟的 那么现在最好的 是用一种思想来统一天下 所以董忠书提出了尊儒 符合汉武帝 用一种学术思想来统一天下的 这个总的原则 而这个用儒家来统一思想 恰恰是汉武帝 中央集权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央一权一个方面是政治上权力的高度集中 另一个方面是思想文化方面的统一 而这个思想文化的统一 就是要用儒家思想来统一 这是他欣赏儒家的第二点 由于这两个点 所以董忠书的这个尊儒这个主张很快就被汉武帝选中了 汉武帝就看中了这个尊儒 他的功利性 他的实用性 史学家们曾经给汉武帝四个字的评价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 中国历史上霸黜百家 对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统一 贡献是极其之大 我们这个国家能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 它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分裂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 这么多民族能凝集成为一个整体 它和这个儒家思想 长期的统一中国的文化思想界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董忠书在这一点上 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统一 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 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尊儒的正面的第一个的效果 第二 这个尊儒 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董忠书同时提出两条 一个是建太学 就是办学校 另一个方面是尊儒 这样一来 太学里边主要传授的是儒家的经典 这样从太学 当然后来又在这个基层 也办了一些香学 从太学到地方的学校 都读这个儒家的经典 这样就造就了一批 在中国历史上 以儒家思想 作为信仰的文人 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 董忠书创意的建太学 和他这个尊儒 结合到一块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 出现了一个 以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 作为一个价值观念的 一个文人集团 这些文人通过读书 走上官场 就是文官 在中国古代的政坛上 有四种人 有四种力量 第一 文官 第二 武将 第三 外戚 第四 宦官 这四种力量 从总的方面来看 哪一个朝代 哪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以儒家思想 武装的 为价值观念的 这个文官集团掌权 这一个时代 政治就比较清明 总的来看 如果是武将掌权 那就会出现 凡政格局 像唐代的中后期 如果是让宦官给外戚 这两股势力掌权 那这个王朝 大致上来说 宦官给外戚掌权的时候 基本上是这个王朝 最黑暗的一个时代 所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在政坛这四种力量 文官 武将 宦官 外戚 这四种力量中间 以儒家思想 为价值观念 这一批文人做官 是这个政坛最稳定 政治最清明的一个时代 因为这里有一个道理 就是这些人 这些文人做官以后 他有一个 就是他从小读的是 儒家的经书 讲忠 讲孝 讲仁义 他有一个价值观念 这个有价值观念的官员 和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 是绝不相同 这个有价值观念的这些文人 他进入各级政府 做了官员以后 他在判断是非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 听从上面的指挥跟命令 他还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 就是儒家的这一套价值观念 所以尊儒以后 让这个儒家思想 深入到文人的心中 这些文人后来 步入政坛以后 他就有了一个价值观念 你通关中国整个的 封建制度史 有价值观念的官员 和没有价值观念的官员 是绝不相同的 而这个东西 恰恰是董中书提出来的 一方面他提出来办学校 来培养文人 另一方面他尊儒 让学校去教学生 读儒家的经典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就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 一大批 以儒家思想 为价值观念的文官集团 这个贡献非常之大 这是我们讲了他 正面的好的一面 下面我们再说说他负面 这个儒家思想 作为一个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 也有他的负面影响 他的负面影响也很大 他的负面影响最大的 就是他导致了文化专制 文化专制 因为你儒家地位提高了 其他竹子百家就 他的市场就缩小了 这个文化专制 它就限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 所以他到后期 这个儒家思想到后期 他凝固化的时候 他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些负面影响的话 也要指出来 就我们看董忠书 他的建议 他提倡的尊儒 有他积极的一面 也有他消极的一面 所以我们这一讲 讲董忠书的这个董生 这个宪策 董忠书是这个很有贡献的人 汉武帝发现了这个人才 采纳他的学说 但是汉武帝并没有重用他 汉武帝把他派到他的哥哥 江都王那个地方 去做了国相 江都在哪里 就现在江苏的扬州 董忠书在对策完了以后 被派到扬州 去做江都国的国相了 就是没有把他留在 中央政府的一阵子 作为汉武帝来说 他是要尊儒的 他既然要尊儒 他肯定在中央的人事安排上 要体现他的意图 他没有安排 董忠书进这个班子 他一定要有考虑其他的人 那么汉武帝在中央政府的 机构中间的人事安排上 怎么样来体现他的尊儒呢 请看下集 斗英为下 谢谢大家 她是光绪皇帝最为宠爱的女人 然而 她却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前 丧生于宫内的井中 她的死 因为有多种说法 而显得扑朔迷离 那么 她到底是自杀 还是被慈禧做谋杀 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 正说慈禧 探寻真非死因之谜 谢谢大家